本集节目由85度C弹注播出 听完节目后 快到童话套丢岛粉丝专页参加抽奖吧 哪个岛最热 套丢岛 哈喽,我是小云姐姐 欢迎来到童话套丢岛 一起从童话故事里 发掘生活中的各种小知识吧 我们都在套丢岛更新哦 哈喽,大家好 哈喽,你们好 哇,小当家可格 你今天怎么带这么多东西来啊 我看一下,有咖啡 还有蛋糕耶 因为85度C想要跟我们一起庆祝儿童节啊 哇,蛋糕上的小动物 好可爱,好疗愈哦 这次85度C的童趣动物园儿童节蛋糕 除了以动物为主题非常可爱之外 食材方面也是经过严选哦 有比利时加利宝顶级巧克力 法国爱乐为动物性鲜奶油 比利时爱迪亚顶级水果馅 和贝可拉巧克力 哇,听起来就好好吃的感觉哦 在食材上的挑选可以感受到85度C 对品质的坚持还有标准 所以很放心地推荐给大家哦 我有一个关于森林、小动物们和蛋糕的故事哦 你们想不想听啊 想 在一个小镇里住着一位小女孩 小女孩最喜欢她的熊宝贝 所以啊,不管走到哪里就要抱到哪里 小女孩的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不在家 所以小女孩很懂事 会帮妈妈做很多事情 有一天 妈妈,我出门了 啊,路上小心哦 小女孩把熊宝贝放在竹篮里睡觉 然后提着竹篮出门了 原来啊,她是要去小镇旁的森林里 采妈妈最喜欢吃的樱桃 熊宝贝当然也要陪她一起去咯 小女孩在森林里走着走着 一棵树,一棵树 仔细地找寻樱桃的踪迹 不知不觉走进了森林的深处 嗯,奇怪 这里是哪里啊 等到小女孩察觉的时候 自己已经迷失了方向 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小女孩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 前面有一间小屋子 屋子里有温暖的灯光 还飘出咖啡及甜点的香味 她走上前推开了门 欢迎光临 小女孩好惊讶哦 这间蛋糕店的老板 竟然是一只毛茸茸的大熊 哎呀,真是难得 没想到上门光顾的会是人类小女孩 来来来来,先进来坐吧 在这儿休息一下 等一下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了 等一下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满头问号的小女孩 被老板引导入了座位 因为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 她不自觉地紧紧抱住了自己的熊宝贝 老板看到了便问说 你喜欢小熊吗 嗯,喜欢 因为小熊是爸爸送给我的 我的爸爸常常不在家 不过爸爸说 小熊就代表着他 可以每天陪伴我 原来是一只这么有意义的熊宝贝啊 好,我知道了 老板端着热牛奶与一块蛋糕走过来 这块蛋糕像一颗金沙巧克力 上面还趴着一只可爱的小熊 你不要急也不要慌 在这里先坐着 吃完蛋糕再离开吧 老板把东西放在桌上后 就又回到厨房忙碌去了 小女孩看着桌上这块小熊蛋糕 心情渐渐地放松下来 就在这个时候 门被推开了 欢迎光临 你好 进来蛋糕店的是一只小刺猬 哎哟,怎么了 你看起来心情很不好的样子 老板,问你哦 你看我全身刺刺的 是不是很奇怪 你是刺猬 当然全身有刺啊 嗯,其他所有的小动物都没有刺 我好怕靠近它们的时候 会把它们刺伤 所以都自己躲在旁边 虽然你浑身是刺 但你这样为大家着想 这就表示你的心肠其实非常柔软 心地很善良哦 我告诉你 你全身的刺其实是很棒的哦 因为敌人害怕被刺得满头包 所以不敢随便欺负你们 而且啊 这些刺不但可以让你保护自己 你也可以利用这些刺 来保护你的朋友 还有未来的孩子们 哦 原来我可以做到这么厉害的事情哦 是啊 所以要喜欢自己欣赏自己哦 相信你的朋友们 很乐意跟你在一起 来 带着这个蛋糕 去跟你的朋友们分享吧 哦 谢谢 在蛋糕上面 很可爱的小刺猬 仿佛在森林里游玩 小刺猬很高兴地收下蛋糕 咚咚咚地就离开了蛋糕店 过了没多久 门又被推开了 欢迎光临 你好 这次进门的 是一只小灰象 嗯 老板 怎么了 小灰象 为什么卡通里的小灰象会飞 现实中的我却不会飞呢 哦 可惜我不会飞 所以我到哪里都要慢慢走路 没办法一下子就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哎 小灰象 不要让现实限制住你的想象力哦 像你喜欢看的小飞象 就是用想象力创作出来的故事 虽然在现实中你没有办法飞 不过我们头脑里的想象力可以无限延伸 你可以用想象去编织出一段又一段的故事跟创意 这样子啊 你也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咯 哦 我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当然可以啊 来 这个蛋糕送给你 你看啊 上面白白的鲜奶油像天空的云朵一样 而蛋糕最上面有一只小灰象 你说 这小灰象是不是像在飞呀 哦 真的耶 小灰象也可以飞起来了 呵呵呵 我要跟妈妈分享这件事 谢谢老板 呵呵呵 老板再见 再见 小灰象很高兴地收下蛋糕 咚咚咚地也离开了蛋糕店 小女孩吃惊地看着这一切 突然间 她也好想跟老板说说她的心事 老板 怎么了 我很想我爸爸 因为你很爱爸爸 而且你也了解爸爸的辛苦 对吗 嗯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懂事 很体贴 也很帮忙妈妈的孩子 相信你的爸爸也知道 而且他非常爱你 所以他让小熊代表他陪在你身边 他自己呢 则像大熊一样 在外面努力地工作 守护这个家 嗯 我知道了 谢谢老板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你 呵呵呵 我也很高兴可以在这里遇见你 来 这个蛋糕送给你 这蛋糕上面的大熊 就像是你的爸爸哦 快回家吧 你只要顺着夕阳的方向走 就可以走出森林了 等你到家时 你的爸爸应该已经在家等你咯 哦 你怎么知道 呵呵呵 到家的时候 记得全家人一起享用这个蛋糕哦 就这样 小女孩带着她的小熊宝贝和摘到的一栏樱桃以及这个蛋糕 还有与熊老板相遇的奇妙经过 顺着夕阳的光线 是什么样的客人呢 欢迎光临 哇 哈哈 是旺财啊 老板 我也有烦恼啦 哦 你有什么烦恼啊 我想要一个属于我的蛋糕 哈哈哈哈 那有什么问题 来 你这只可爱的小柴犬 带着这块蛋糕回家吧 谢谢老板 哇 旺财就这么心满意足地带着这块 真的跟他长得好像好可爱的可爱柴犬蛋糕回家了 这时熊老板伸了伸懒腰 抬头看看窗外 哎呀 已经这么晚了 嗯 真的 天已经黑了呢 相信明天还会有更多动物客人 等着要吃熊老板的蛋糕哦 结束 哇 好神奇的森林蛋糕店哦 啊 我有问题 嬷嬷请说 为什么小朋友会有一个专属的节日呢 儿童节是为了保障儿童权利 改善儿童生活 反对虐待儿童 毒害儿童而设立的节日 西元1925年 来自世界54个不同国家的爱护儿童代表 聚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儿童幸福国际大会 在会议中通过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 在这次的会议中 也首次提出了儿童节的概念 号召各国要设立自己的儿童纪念日 之后全世界的国家都有明定儿童节 特别要大家重视儿童的相关福利 还有儿童的权利 哦 原来联合国还特别讨论小朋友的事情哦 没错 因为孩子们是这个世界的未来啊 除了大人会尽力保护以外 你们也要认真长大 认真学习 为了成为一个独立负责任的大人 而做准备哦 好 我会的 好啦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欢迎大家到85度C选购 童趣动物园系列蛋糕 透过节目简介下方的专属连结 注册85APP购买儿童节系列蛋糕 就有机会免费去飞鸟牧场玩哦 没错没错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 你们看那个水蜜桃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哦 我要吃这一块 我要吃这一块 给我一口嘛 Kai 拜拜 哈哈哈